好,我们接下来看看世界的变迁 世界变迁是很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老师把这周 会把这个世界的变局的状况 会放在疫情之后 因为现在各个国家 随着美国神之子特朗普的重回人间之后 大家开始放心的 回归起了国内的疫情处理 为什么说放心 因为特朗普在世界上引起的关税 以及贸易的纠纷 让各国疲于奔命的来面对他朝令夕改 心情化的所有的变化 后来也包含了特朗普对于选举的争议 都牵动了各国的举措 为什么 因为简单的来讲一句话 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美国的美元身为世界货币 如果美国的内部政治稳定度影响会变化太大 那么全世界的金融的汇兑也会出现很大的变局 举例来说 如果美国由特朗普点起的英雄内战 也就是发生了所谓大家很期望看到南北战争 那么在这南北战争会让美元变成了币值 就这么简单 因为你国家混乱了 几乎已经崩溃了 美元就变成币值 那么各国持有的大量的美元 跟美债的亏损 就会变成一场浩劫 现在世界哪一个国家 他的外汇储备里面没有美元的都有 所以说老师当时一直跟各位讲 只怕特朗普做什么事情 他在台海或是伊朗之间发动战争 但对于盛传的美国内战 老师一向都是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因为这样等于特朗普一个人要跟全世界的财团 全世界的政府 全世界的有钱人持有美元的人都为敌 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 哪怕他这么想一下 他立刻就会被人家关心了 美国总统 他虽然是我们号称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 但是不代表你的权力可以影响到别人的权益 这个是很现实的事情好吗 比如说甘乃迪 甘乃迪的故事以后我们有机会来说 而换到了现在的拜登的政府 拜登对中国的强硬姿态 我们要对中国继续强硬 以及各项对中国延续特朗普强硬的措施 是目前他必须要去做的行为 首先当然他要上任这些内阁的官员 都是必须通过议会的同意 而这个时候他不能让共和党不开心 不然人事案卡关之后 对拜登的施政会有很大的延宕 就算卡关最后都会通过 只是这对拜登很不利 所以说无论如何骂中国 可恶的共产党 现在是美国的标准配备 你不骂是不行的 而拜登现在着急的 除了人事案能够尽快的给他安顿好之外 他现在要面临的所谓的百日违新 他现在已经上任11天了 他百日违新就是通常一个新政府上任之后 100天百姓会给他一个成绩单 你做的好 他两年之后的其中选举才有搞头 其中选举如果没搞头 再两年之后的总统选举 民主党可能真的就没搞头 所以这100天拜登必须怎么样 他必须要让这100天 把神之子所残留下来的问题 要把他尽快的收拾干净 首先最需要处理的就是疫情 所以说老师可以说 三个月之内世界不会发生什么大事 因为美国不同意 他现在必须关起门来 赶快把他疫情给消灭掉 至少要让他的百姓可以上班 至少让他晚上可以出去喝酒泡妞 就是不能够继续封城 所以拜登现在动用了什么 动用了军队的力量 数万名国民兵 开始到了美国各地去输送了疫苗 而且去设立了这些疫苗的一个施打站 为什么要这么做 难道各地的州政府都是摆设吗 不是 因为美国的一些州政府 很多州 美国是很多州 组织起来的众王之王的国度 而很多的州 大部分的州都是由共和党所把持的 也不能用把持这个名义 就是共和党在主政的 那些小王国是共和党在主政的 而这些的州长跟共和党里面的人 他们受过了特朗普的教育训练 这些官员大部分对于拜登的政府是口服 心不服 所以说对拜登的政策 尽量的给他做阳奉阴违 然后找一些出一些错误 那么拜登的跟他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什么了 拜登他是一个政治的老手 他这辈子都在搞政治 他真的是这辈子都在搞政治 所以这个时候他抛去了原有的手段 不去靠你们政治的体制了 直接怎么样 从军方那边开始把疫苗用最有效率的方式 不给你层层运输了 还会运输错 对不对 还有钥匙把它藏起来 是不是 就直接送到地方 就不会有什么奇怪人把送到的疫苗 直接把你放到退兵 对不对 要冷冻的给你放到边室温 然后疫苗就失效了 就坏掉了 大家都在等这个疫苗的时候 就是有些人 怎么样 脑袋不知道出了什么错 他就是故意把疫苗弄坏掉 他认为他在保护他的人民 这很好笑的一件事情 或是有些地方是收到跟你讲说我还没收到 疫苗在哪里 可是明明收到 他就说没有收到 或是把它放在当地的冰箱里面等过冬 这个都很有可能 而为什么这些人要这么做 因为很坦白一件事情 一句谎话说了1000次 大家都能当真的 到现在还会有人认为 RNA的疫苗 是为了改变人体DNA的存在 而做出来疫苗 所以说你打进去之后 你就变成 科学怪人之类的 或是打了疫苗就被比尔盖茨所控制 像有老师之前有一个粉丝很好玩 他特别跟老师说 比尔盖茨 他就是目的要消灭世界上一半的人口 然后他截了一段影片给老师看 然后截着那一段影片 一段影片也蛮有意思的 他是断章取义而已 但是他就有人会相信 比尔盖茨是为了消灭世界上一半的人口 然后他创造了COVID-19 创造了新冠病毒 然后赶快吃打疫苗 你不得不打 然后世界人口就会少一半 这个是很多人会相信的 你知道吗 或者是说有些人说 要我戴口罩 是因为口罩里面藏有什么晶片 你还给我洗脑 然后像 像那个红色警戒里面 那个游里一样 你带去开始被他催眠 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事情 但相信这些人是少数吗 其实有数千万人相信 当然没有到7300万人这么多了 但是至少几千万人是详细这件事情 所以说美国他现在能用的防疫招数 从很多地方可以看出来 都是跟中国学的 怎么样 直接越过你政府 直接派军队直接去进行防疫 进行宣导进行施打 直接跳过了很多程序 赶快要把这个疫苗给他消灭掉 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尽快的遏制这个病毒的扩散 甚至把他压到一个军职上面 就可以避免美国的经济去崩坏 为什么 因为拜登比谁都还清楚 美国这一次 他现在还要积极的去发这个钞票 好来让一些陷入困顿的百姓 可以有这个钱 然后让这个钱继续消费 去买中国产品 要不要让这些钱消费起来 去救这些中小企业 对不对 但是他能不能再发下一次 这是我们要去想的 他能不能再发下一次 我们觉得可能可以 可能不行 但是拜登很清楚 再发一次 白宫真的连还都还不起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说美钱 美国他们发钱已经发到麻木 美国的国债已经高到底天高了 所以说未来恢复最困难的 其实不是疫情 而是美国政府似乎已经没有多的能力 去建设 用这些公帑来建设美国内部 内部的一些基础建设 为什么 因为发出去的钱 最后 还都是回到那些有钱人的身上 那么未来拜登对于富人 他要去怎么样加重课税 基本上也是他本来就打算做的事情 而这个里面会影响什么东西 这里面影响当然首张其中 就是华尔街的股票 他会有很高的几率 在今年会面临到好多次的比较大的跌幅 比如说像前几天他就跌了600多点 而这些跌幅不是说美国他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利空 或是不好事情发生 而是美国的富人阶层他打算怎么样 把美国股市里面的钱开始抽回来 抽回来之后就变什么了 美国里面股市里面的钱就变少了 变少了 变少了之后 当然股价当然就会跌 那么可以预期的是台湾的股市也会收到外资 他也会撤离 慢慢回到正常的水位 为什么 因为简单的一句话去形容 叫四个字 获利了结 这些钱最终疫情来的发这些钱 大部分还是回到这些巨头的手上 而不是百姓真的是说我真的改善我的生活 但是这些获利了结的获利 跟我们百姓有没有真的有关系 其实还是没有 还是没有 好吧 所以说今年如果来投资股市的 他真的要特别的去小心 为什么 因为他不用一次跌很多 他上下来个几百一千点 就可以足够把你来不及拿出来的钱 全部洗得干干净净 然后你就空障不出来 如果你还有融资融卷 那个更是可怕 所以一定要去注意 今年股票是充满变数的好吗 而换到其他国家里大抵是如此 因为2020年的一年整个年的压力 让各国从崩起神经 年初的崩起神经 到年中的2020年的年中夏天 防疫疲乏了 然后再次的在秋冬又开始爆发 让各国的经济 跟刚才老师讲的股市一样 今天什么上冲下洗 本来我认为我可以撑三个月 封着两个月 我再撑一算我可以撑三个月的 但是三个月之后真的开始 但是谁知道你又再封三个月 你这样风来风去的 哪怕你只封一个月 但是百姓又不敢出来 或是我们的钱也撑不下去了 说上冲下洗之下在各地尤其是欧洲 很多中小企业都已经大面积的倒闭清算 那么这个相对带来就是什么 你的失业率跟社会上的问题 如果是说失业救助金 他能够维持部分人的失业人士的生计 比如说我原来有工作 我有养家 但是我也要缴房贷 不是我讲租金 那么我现在失业了 我怎么办 我已经没有这个钱了 但是政府会给我们失业补助金 这个是一件事情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 当你这疫情已经超过一年状况之下 最可怕的是什么 最可怕的就是什么 你这些已经毕业的高中生跟大学生 还有硕士生 高等教育跟中等教育的人 这些每一年数百万的人投入这些就业市场 他却没有收入 这个问题是很急的去面对的 那么现在明天就是二月了 那么他如果没有在年中之前 把他恢复到一定的水准 请问第二年的这些高中生跟大学生 跟一些高等教育的学生 他们又得从学业要毕业 又得投入这个就业市场 如果没有恢复 那个造成的问题就会非常之大 大到实在是你不知道怎么去控制这个社会的稳定 所以是说我们现在看到 刚刚看到的我们在第一阶段 有谈到什么 在欧洲各地都有爆发抗议潮 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 经过调查都很大一部分 都是非常年轻的朋友 少部分的是中年人 几乎没有老年人 要老年人没有办法去打抢杂 对不对 美丽的风景线 还是必须有体力人去划出来才行 对不对 而回到中国 中国的疫情在他的控管 采取了国际公认的什么 无人道没人权的方式 让中国在2020年的时候 他的经济发生了V型的反转 川普所人所希望的V型反转 没有发生在美国 他发生在了中国 中国原来从2020年初 认为整个经济根本就是你不要说成长 你没有富的 你已经算是赚到了的状况之下 到了第四季结算出来 中国的2020年的GDP 居然增长了2.5% 当然这个数字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错的 对不对 好了 不管这个是国际公认的 对于台湾有些特定的媒体 他就嘲笑了 中国真的是太惨了 对不对 他们30年来感格开放 在今年就是最差的一年 中国要垮台了 三峡大坝要溃堤了 是不是 但是这个是一个蛮有意思的想法 你可以这么想 但是世界不这么看 为什么 像美国他就是有3.5的成长率 不过是负成长而已 他是几年来最差 72年以来的最差 所以是说我们在看中国的状态之下 欧美各国的媒体对中国的表现除了震惊之外 那么当然震惊完之后 除了觉得中国的经济怎么发展这么好之外 当然还是要谴责一下 中国对新疆的无人道 你怎么会让人家用双手去踩棉花 这个新疆的没有这么笨好吗 而中国为什么可以正成长 其实实际上并不是中国内部的内需 创造出来这么大的产值 其实我们事情不要看表面 中国的民间的增长率以及消费率是没有提升的 反而是负成长的 这是实在的 他们社会经济并没有成长这么高 而他真正让他的GDP正成长的原因是在于中国的政府所实施更大型的一些基建 把中国政府的钱灌入到了市场 造成了基础就业力的提高 百姓有饭吃就不会造反 这个是千古不遗的道理 所以说他刺激了什么 这些就业力还有这些建设刺激了原物料的需求 以及各项经济活动的运作 你这些人这些工人他们能够上工 他能够铺这些高速公路 他需要这些原物料之外 他需不需要吃喝拉撒碎 这些相关的所有百姓的经济都可以联动的去带动起来 那么这件事情听起来很容易 但是为什么其他国家办不到 尤其是美国跟欧洲 大部分的国家是办不到的 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疫情的关系 因为其他国家疫情很严重 所以说他们不能做这样的基础建设 如果我们稍微谨慎一点来开担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发现他里面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他里面这个万恶的共产党 他是拥有了中国所有的财富 然后中国所有的钱都在共产党手上 你看多么可恶 所以说他们的两只手 一只手抓了钱 另外一只手抓了拳 不是权力的拳 是他拳头的拳 你知道吗 人家是有武器的好不好 他有拳头的拳 所以说他们的政治的高度集中 让施政还会一脉的相传 任何在中国的政府的所有的官员 他们都不是终身制的 他们都会轮掉 无论是你的书记 比如上海市长上海书记 或是任何一个地方的省长 他们都会轮掉 但是政绩在那里 就是在那里 他会成为他的一个履历 所以说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都会一辈子跟在他身边 跑都跑不掉 是不是 如果你做的好 人民满意 然后党开心 那么你就可以升官发财 如果你做了不好 百姓不爽 党也不爽 那怎么样 我们就以人民的名义怎么样 把你抄家清算 对不对 拍几个电视剧以人民的名义 就开始把你抄家清算了 然后大家还觉得你很棒 所以说一切的事情 大家都绑在一起 这些官场现行器 大家全部绑在一起 你做太过分 我们也不好过 所以说必要的时候还是牺牲你 因为你做的不好看 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 所以说他必须做一些表面政绩 或者实际政绩也好 表面政绩也好 他必须做了一些事情 来当做他的履历上 所以说他也没有什么其他办法 因为在这个独裁暴政的中国共产党之下 人民是没有选举权的 民粹只能存在哪里 只能存在抗日神局之中 所以说官员你还是必须做事 他没有办法去讨好 是说我这下次的选举可以选上 然后其他人必须听我的 对不起 全中国最大的黑帮就是谁 中国共产党 是不是 而在自由开放的美国是不一样的 美国财政掌握在哪里 不是在白宫也不是在财政部长的手上 美国大部分的钱都掌握在联准会中 而联准会又有特定的家族来掌握的 当然我们也不要说哪个家族了 大家都知道是不是 在加上自由民主的加持之下 每个政府的首长每四年就要换一次 议员每两年要选一次 输掉了 新老板上来 政策他会不会再延续 这个不一定 所以美国的基础建设还是在于他们中央集权比较大的时候 也就是什么 在二战之后 然后慢慢延伸到了什么 70年代到80年代 这时候高度发展的美国大家都会努力去做 因为一些环保意识 或是这些官僚体制 还没有这么大的压力 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美国这些富利堂皇的一些都市 比如说纽约 比如说川普大楼 都是什么 都是由资本家去盖出来的一些城市建设 美国政府他真正能控制些什么 其实资本被别人掌握了 军队你也不能对国家 你自己的位置又常常去换 所以说像美国这样子的一个民主自由 有人权的国家 他们制约社会的方式就是靠法律 所以说在美国律师是很重要的 被大家说唾弃 但是他对赚钱的 所以老师一直在讲 你要当律师 你去美国当你知道吗 只要你有本事 赚的钱就是哗啦哗啦哗啦 好像洪水一样 然后站下大巴西红一样 那超好赚的 但是要有本事 但是税也缴得多 所以说那个钱赚的可能多 但是他的社会地位也不就不高了 因为大家觉得律师都是骗子 而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欧洲 但唯一例外是打理德国 德国现在即将要卸任的总理梅克尔 他纵横的德国的政坛多少年 各位知道吗 他纵横的德国的政坛15年 这15年了 他那年生孩子小孩子 现在15岁了 你知道吗 对梅克尔而言 美国总统真的就像打工的一样 一任换上一任 真的太累了 但是唯有他是铁打的手下 为什么 因为他当了15年 他的满意度到60%到80% 60%到80%都是非常满意的 不过他今天也将卸任 为什么 因为他上次连任的时候 就已经跟其他的政治的 不能说政敌 应该是同僚去商量 你帮我帮完我这件事情 下次位置让给你们自己去吧 他也很满放着开的 当然像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梅克他做过什么事情 比如说他在难民的问题上 难民的问题上是什么 难民在其他问题 比如说像希腊 像什么英国这些都是一些烫手山芸 大家都不欢迎难民 但是德国为什么人家说他是 就是那个梅克尔妈妈 就是因为他接收了大量的难民 这些难民在接收的时候 受到德国国内的一些抗议 声量非常大 认为你放了一些低端人口进来 但是在接受这些大量难民的数年之后 这些难民对德国所造成的产值 梅克尔给他们所做的安排 让他们的产值 已经高过当年接收这些难民的成本 难民都是好的 当然没有 也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 这个必然是有 我们不要是说 你看他有发生什么问题 说一个错全部都是错 我们不能这样看 对不对 不能这样看 这就不对了 对不对 所以说在大方向来讲 梅克尔做的是很好 而这15年的时间 梅克尔所上 除了让欧盟更加的稳定之外 也包含了他度过了金融风暴 也度过了次贷危机 更在这次的新冠疫情之中 协商的团结了整个欧盟 然后做出了一个很伟大的新冠贷款 强迫有钱的 把钱丢给没钱的 这样子让他们的国家的财政 还有经济不要崩坏 欧盟区还是欧盟区 这就很重要 所以说这些东西有没有人去反对他 听起来梅克好像做的很好 有没有人反对他 还是有 德国的抗议示威还是有 为什么要反对他 他不是做的不错吗 不用原因的 因为这是民主 你不喜欢你就骂他就对了 骂他要不要负责 不用负责 骂人别人都还不能回嘴 你看这个制度多好 是不是这样讲 所以说我们看到在世界上 民主有民主的好处 各种体制有各种体制的好处 但是民主他是不是好东西 民主他绝对是一个好事情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先明白民主这个意义 民主这个制度的存在 他必然不是只有选票 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人类的社会开始 其实一开始都是民主的 哪怕是第一次都是民主 为什么 因为皇帝不敢有人民 因为你只要让人民不开心 揭竿取义 那么你这个皇帝也会变回人民 历朝历代 宋元明清都是如此 哪怕近代的中华民国也是如此 为什么 因为中华民国的蒋中正在大陆的政权 他让百姓获得了饥饿 到1975年 1990几年我突然忘了 1964在哪一年 而且忘记了 在中国的政权发生了一个 1945年 在中国发生了大几花 所以说百姓哪不跑 跑到共产党手上 让共产党来推翻掉了国民党 让国民党我们向后转进到了台湾 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民主是真的存在的 人民是真正可以推翻一切任何的统治者 他有一个很大的要点 是哪个要点 你只要让百姓吃不饱 居不安 那么就必然被推翻 这些历朝历代都是这个样子 大元朝铁木争的子孙忽必烈 打下了中国建立元朝 最后还是因为饥荒被朱元长给推翻 哪一个国家不是 那么共产党为什么没被推翻 共产党也经历过饥荒 还有文化大革命 对不对 所以说江青之类的人 他也就夸他也被推翻了 所以老祖宗在一直讲一件事情是什么 为政者我们必须以民为本 民要以什么为本 人民以什么为本 主义吗 政治吗 不是 人民不以谁为本 人民以食为天 吃得饱 谁管你谁当老板 对不对 未来经济如何发展 老师这里说一下 好 我们时间快到我们说一下 中国未然必来是世界发展最强大的国家 这个是相信只要稍微了解到经济跟政治的 对这个不会有什么疑问 只有时间的问题 他到底是2026年还是2032年 他会成为世界最强国 这个是无庸置疑的 但是如果你现在在海外欧美国家 你也不用急的回中国去参与这场盛会 不需要的 因为中国他的发展的底气之一 就是他的人力成本 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 所以说你回来了 你的收入也可能变成六分之一 你知道吗 除非你是有跟老师特定付费咨询过的 老师评断之后 认为你必须要回到中国来 你比较会有好的发展 好的姻缘 或是好的一个 增加的 维持 其他大部分的 你还是留在欧美等地发展 赚了美元 赚了欧元 然后再回来投资中国 你人不一定要回来 你知道吗 继续赚外费没有关系的 你要投资中国 无论是股市房市或是基金 你瞧准了下手 那么你一样去外面赚这些钱 你不要去学洋人 在海外 然后就学了这些人去怎么样负债消费 那么基本上你存下来钱 投资在中国 你自己又赚到比较好的收入 这个是两边都可以赢的状况 老师来讲一句话 疫情终究会过去 无论你相不相信 疫情终究会过去 土木合像也没有发生 然后世界上的说预言者 老师被老师打趴了 有没有 每个都说末日的状况之下 有哪一个人 哪一个不说末日的 在网络上除了老师之外 几乎每个都说世界会有末日 或是经济崩溃 或是总统被暗杀什么的 老师从来不讲这些 而且会发生的我跟你会发生 不会发生的我跟你讲 不会发生 那么现在印度男孩 也被老师打趴了 是不是 没有了 每个人的一个立场是不一样的 疫情一定会过去 而且不一定在今年之间会过去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了 除了中国之外 世界各国都会 都会开始从这个地方开始发展起来 你现在看其他地方 现在的你现在欧美地方可能不好 而是现在 疫情过去之后 大家都要怎么样 大家都要浴火重生 每一个国家都要积极求发展 你不愿意他们愿意 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活下去 所以说这个时候不是只有中国最好 我们必须按照你现实的环境跟产业 以及目前的家庭状况来决定 你是不是要回到中国来发展 其实不用太去急 如果在海外 你不是学生 你已经有产业的 你真的不用急的回来 好吧